hello各位小伙伴大家好,我是朱娟 观众我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朱娟老鹿狗啦 虽然一直是白银罐折晚期 但是从S1一直玩到S9 也是一直在关注这个比赛 今年的这个S9世界赛真的非常的精彩 最后也是由我们中国赛区LPLU的FUN PLUS 获得了世界总冠军 我的天哪 其中打野选手小天 那个盲司把我都看哭了你知道吗 那么为了称,为了纪念小天优异表现 我们今天准备吃一只王八 王家八是这个天 也是粉丝们对这个小天的爱称啊 嗯,朱娟 你在干什么 去吧,小伙 上啊,朱娟,你怎么那么怂呢 你怎么这么怂呢 回来吧,啾啾 好了,经过我跟啾啾不断的努力啊 终于是把它给干掉了 算是我记忆中的第一次杀生吧 感觉还是有点残忍的 那我们接下来 就要更残忍的把它给肢解 好了啊,搞了大半天 终于把它处理好了 已经把它全部剁成肉块了啊 下面就是简单的料理时间啊 哇 加点老干吧 再搞点酱油 从宰杀到这个煮 花了几个小时 终于是搞好了 这一次的说实话有点失败啊 毕竟是第一次搞这个甲鱼 就特别难剁啊 小伙伴们如果买的时候 请那个商家帮忙处理一下 来试一下 啊,that's good 满满的都是这个胶原蛋白的感觉啊 哇,它这个肉真的是非常的滑嫩 嗯,毕竟炖了快一个小时啊 直接你用嘴一作 就能说不如它滑下来 哇,但是好像是水泡了有点多 味道有点淡 但感觉还是挺下饭 再来试一下这个 专门加的乌尾王八蛋啊 嗯 没煮多久 这个味道没煮进去 就是平常的水煮串的味道啊 哦 这是它那个王八头啊 就有一刀劈成了两半 它这个肉是真的一点也不柴 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 甲鱼大家应该都吃过吧 像我记得老家那个农村 不管是喜宴还是桑宴啊 都有一道菜是甲鱼啊 这个肉的感觉 咬起来的感觉有点像鸡肉 但是它比较鲜 有点鱼肉的感觉 感觉就是一个鸡肉加鱼肉的混合体 也 Kal last thing 好 塑匙 咬 稜 不但非常坚硬啊 食完了晒干了 还特别好玩 没事搞个甲骨纹 是吧 整个毡鱼啥的都行 哎呀好的 我这边已经吃完了啊 这个肉汁真不多 也就四个爪子 还有一个头能吃吧 其他几乎都是骨头 我这一只啊 买的是79块钱 也不算太贵吧 味道还算可以 营养价值也是非常的高哦 好了 那本期的视频到底结束了 小朋友如果喜欢我的话 不放给我点个赞 我是周杰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